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來到慧眼看中國 我是甘露 欠債860萬 銀行貸款260萬 欠親戚朋友600萬 我好兄弟杜亞波100萬 王榮88萬 我大姑130萬 我自己親妹妹17萬 還有幾十個幾千上萬不等 可能遠遠都超過了860萬 我也還不起 我也不想 算了 如果說這800多萬都是欠的銀行 我可能想一死了之 但是我現在有一個朋友兄弟姐妹對我的這份信任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去報答他們 我只想用我失敗的經歷來告訴刷到這個視頻的人 千萬不要用親戚朋友兄弟姐妹們的錢 去還銀行的貸款 一旦降額 抽貸斷貸 會坑了所有信任我們的人 英國《金融時報》原顯中國地方法院的數據指出 中國今年共有近860萬人因拖欠住房抵押貸款和商業貸款等各種貸款 而被政府正式列入黑名單 遠高於2020年初的570萬人 當中 大部分人的年齡介乎18至59歲 佔中國勞動人口的1% 報導指 雖然肺炎疫情結束 但因為當中大部分欠債者工資減少 甚至相當一部分人已經失業 因此無法償還債務而走上被列入真性黑名單之路 用了5年的信用卡 這是我辦理下來的第一張信用卡 現在還欠8萬 這張欠6萬 這張欠9萬 這張欠10萬 5張 6張 7張 8張 9張 10張 11張 12張 我12張信用卡 剩下的網貸 在我最高的時候有80萬 但是 這位女士2019年到現在把所有借到的錢全部投資到自己的工廠 盲目地擴大規模 但是生意也是不景氣 一直在虧損 最後直到借了網路貸款後 才發現自己徹底掉入了深淵 那個時候把她自己每個月的收入都去還網路貸款 但是負債反而在不斷地往上增加 現在我才知道 我還最低還分期這個費用 是她倒卡的4倍之多呀 這個年利率是36% 所以 無論她怎麼努力還款 但是她欠的錢還是不斷上漲 一家建築公司的老闆因為被恆大拖欠3000多萬工程款長達3年 最終破產 並且還負債了1500萬 創業15年 成功把自己幹成了一個老賴 我今年40歲 3年以前的我還有一家建築公司和一家運輸公司 好車好宅都不缺 家庭也算是幸福美滿 可這一切都被我親手毀了 如果你的生活也不盡如人意 不妨停下來聽聽我為何連刮胡刀都買不起 2021年9月恆大爆雷 儘管我心裡有所準備 但還是無法接受 我帶著我的員工去討要了幾十次 也沒有結果 最終沒辦法 我只能選擇破產 2021年起 那是我永遠的噩夢 在中國不斷降級消費的大環境下 一位曾經擁有13家餐館的老闆因為生意破產 竟然連一碗面錢都付不起 讓人唏噓不已 我是個失信者 大家口中的老賴 負債了320萬 曾經我是個身價上千萬的老闆 我有13家餐飲店 3家公司 現在31歲了 就住的是出租屋 以前輝煌的時候 盲目投資 大手大腳 現在我賣了車賣了房 賣了所有能賣的東西 我還欠了一屁股的債 如果你也像我一樣負債了 沒有方向 千萬不要併急亂投衣 拆東牆補西牆了 我在最落魄的時候 連一碗拉面錢我都拿不出來 我和大家一樣 我也頹廢過 絕望過 我也想放棄自己的生命 我說一走了之 但是我想起來了 我走不起 我還有父母要照顧 還有孩子需要我來養活 我對自己說 只要我人還在 我還活著 我一定能還得起 一個曾經號稱當地首富的曹老闆 當他負債6000萬後 才體會到 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是那麼的冰冷 44歲負債了6000多萬的曹首富 是個老賴 以前有錢的時候真的不在乎錢 或許那個時候我只看中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現在沒錢了 總算體驗了一把什麼叫 湯沒鹽不如水 人笑沒錢不如鬼 我今天出去借了一天的錢一封都沒有借到 曾經我也培養了許多的老闆 那個時候有房有車 我是怎麼也沒有想到 我能會成今天這個鬼樣子 欠網貸和信用卡的錢我就是不還了 最壞最壞的結果都有哪些 兩年時間利息早已超過了我的本金 剩下的我就是不還了 最壞最壞的結果都有哪些 第一就是當你逾欺了以後 你的真信會變黑 想要去申請網貸 銀行信用卡 這些你都是申請不下來的 不過我相信 當你逾欺了以後 這些你都不再需要了 因為如果你還能借的下來 你就不會選擇逾欺 然後就是你的事業單位 國企這些 你都是沒辦法幹了 因為當你的真信黑了以後 在他們錄取你的時候 他們要看你的真信報告 視頻裡的人還詳細說明了 後面會被催債公司長達8到10個月的不停的騷擾 那個時候人的心情會特別煩 特別是在前三個月 三個月以後欠款人就會被轉到外包催債公司去 他表示 外包催債這些人他們不是人 他們不會給你同情 不會跟你講道理 他不會可憐你 根本不會理解你 他只會想盡一切辦法 把錢要回來 他們會使用各種卑劣的手段 報通訊錄 打緊急聯繫人電話 打公司領導的電話 有時會打電話 有時候是非常噁心 每天準時準點的給你打電話 告訴你要起訴你了 要走流程了 要上門了 甚至告訴你 預期了以後會影響你子女 會影響你父母 其實這些都是他們的老套路了 只要你堅持到8到10個月以後 你會慢慢的習慣 催債公司也會對你失去信心 很多背負債務的民眾 都想通過自己努力工作 早日把負債一步步還清 畢竟誰也不想上徵信的黑名單 但現今中國經濟不斷惡化的大環境下 很多人一旦失業或者生意失敗 立刻就面臨著沒有收入 乃至陷入無法生存的困境 老闆說 國慶放假5天 5天假一放完 你看等我們過來 東西 機台 設備全部賣掉了 老闆也跑了 這下怎麼辦 網路的一個視頻顯示了 剛剛在中國11加7中 工廠的老闆連夜把廠裡的設備賣掉 然後跑路了 有些工人的工資都是已經拖欠了一段時間 瞬間就不管不顧了 這樣關門欠薪的事件 在中國一直都在發生著 因此受波及的工人們很容易陷入生活困境 有些人沒有出路了 就只能靠借貸來度過難關 還有就是那些開實體店的 今年撐不下去的已經形成了大規模的倒閉潮了 勉強維持的人展望十一長假生意能好一點 然而事與願違 有的小店鋪十一開門之後根本沒人去消費 開店多年的一位深圳店主絕望的表示 不開店不死心 而開店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因為開店就在賠錢 而且很多商家因為龐大的債務 已經看不到希望 很難堅持經營下去 還有一組中國央行公布的數據 更是讓大眾跌破眼鏡 中國人均負債14萬元 總額超200萬億元 這樣一個天文數字的債務 是什麼樣一個具體量化的概念呢 那就是這個數字已經遠遠大於 美國2024年1月末的廣義貨幣20.8萬億美元 可以簡單理解為全世界可以流通使用的美元 約等於150萬億人民幣 中國政府於2020年全面啟用了社會信用體系 並將其與民眾的個人金融行為緊密掛鉤 因此被當局列入黑名單的欠債人士 由於信用評級下降 將面臨難以獲得借貸的困境 甚至連基本的經濟活動也受到嚴格限制 例如無法購買飛機票或無法開通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等 主要的電子支付平台 情況更嚴重的人甚至被禁止擔任公務員或使用收費高速公路 由於電子支付已取代現金 成為中國民眾最常用的支付方式 許多商店甚至拒絕現金付款 這使得被列入黑名單的民眾無法購買食物 早在今年3月24日 招商銀行發布的年度業績報告指出 去年該行的貸款不良率達到1.26% 比前年上升0.02個百分點 主要受到一些房地產企業風險暴露的影響 去年房地產行業的貸款餘額為3337.15億元人民幣 佔招商銀行總貸款和電款的5.83% 而房地產業的不良貸款率則達到3.99% 較前年上升2.60個百分點 一位居住在北京的經濟學者表示 房地產問題的頻繁爆發 導致多個行業現金流斷裂 中國過去30年依賴房地產推動經濟 但如今房地產崩潰 甚至恆大和碧桂園也面臨破產和停牌 隨著房地產帶來的現金流消失 許多人財產縮水 高額房貸逐漸無法償還 這位經濟學者還補充道 中國民營企業除了向銀行借貸外 企業之間的互相借貸 也已形成了一種非正式的融資方式 這在經濟情況上好的時候 並不會出現問題 但自從經歷了3年疫情及中美貿易戰後 訂單大幅減少 許多企業的現金流不足 導致欠債問題日益嚴重 中國民眾的欠債問題日益嚴重 主要原因之一是小商家和民眾 比以往更容易申請多張信用卡 進行借貸 從而埋下了負債的導火索 雖然普通大眾因為缺乏房屋或汽車抵押 而難以直接向銀行借款 但通過信用卡借錢的途徑卻十分普遍 只要有身份證且沒有不良信用記錄 銀行幾乎都會批准他們的信用卡申請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的李兆波教授認為 中國人普遍對向銀行貸款的風險和成本缺乏認識 尤其是對利息的計算不熟悉 他所接觸的內地朋友大多沒有計算利息的概念 與此相比 香港人則普遍了解信用卡透支的高利息問題 並知道如何選擇低息貸款 在疫情之前 中國經濟尚好的時期 許多中國人都在追求更高品質和更昂貴的產品 但薪資增長卻未能同步 這使得人們希望通過借款來滿足購物欲望 例如購買最新款的iPhone 對一般工薪族來說是很大的負擔 若要借款購買 則可能在失去穩定收入後無法還款 最終演變成負債 但從中國這兩年整體經濟斷崖式滑坡的深層原因來看 目前的經濟蕭條與前幾年的經濟繁榮之間 存在著直接的因果關係 正是前幾年那種銀池毛糧式的繁榮 許國上下都在瘋狂過度開發基礎建設 導致國家和地方都大規模舉債 不斷推高房地產市場 導致全民炒房 無數人都因高房價 背負巨額貸款 這種不可持續性同時也導致了 像恆大這樣的超大型房地產公司 瞬間轟然倒塌 這一切都凸顯了中國在制度上和管理上 都有嚴重缺失 中國面臨天文數字般的債務 不得不全面降級來縮減各級政府機關部門為代表的 全社會福利 最終導致了目前的經濟困境 現在的經濟大蝦條其實是早就可以預見的 現在中國民眾已經背負了超過200萬億的債務 顯然中共政府是難辭其咎 而且 無論政府採取何種刺激需求的措施 都像是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而這種不從根本制度上進行變革 那麼當前面臨的經濟困局 將會長期制約中國的發展 目前中國民眾的財富已經大幅縮水 背負的債務也將會越來越沉重 後面整體經濟的走向很可能會經濟繼續倒退 社會普遍低就業和低收入的局面 很多人可能會問我們為什麼會借這麼多錢 這些錢都花到哪裡去了 主要有三個方面的支出佔據了大部分 1 房貸壓力 眾所周知 中國有2億房奴 另外還有2億共同還貸人 由於過去房價快速上漲 普通人無法全款購房 只能選擇首付加貸款的方式 這意味著很多人為了買房 而向銀行借了大量款項 具體的貸款金額有多高呢? 數據顯示 中國居民的購房貸款總余額已達38萬億 這僅僅是欠銀行的本金 而且 大部分人的貸款期限長達20年甚至30年 這段期間不僅要償還本金 還需支付利息 提到貸款利率 前幾年房地產市場火熱時 許多人的房貸利率普遍在5%左右 甚至有的高達6%以上 根據這樣的計算 借100萬的話 最終的還款總額可能達到200萬 因此 未來二三十年累計虛還的款項 可能達到70萬億 龐大的負債壓力加上各種因素的影響 讓很多人近年來陷入了法拍的困境 有網友分享了一組數據 2017年全國法拍房的數量僅幾千套 2018年增至約2萬套 2019年達到50萬套 2020年上升至127萬套 2021年為160萬套 2022年則超過326萬套 而到2023年數量更是迅速飆升至400萬套 據說 2024年第一季度的斷工房數量 已經達到了往年全年的水平 換句話說 許多人因無法按期還款 導致房產被銀行拍賣 二 投資創業的高額舉債 老百姓的債務形成的第二部分 主要來自近年來的經濟不景氣 許多人因盲目創業而面臨失敗的後果 從近幾年的餐飲 旅遊和線下實體店的情況來看 生意變得愈發艱難 但有些人仍然不得不投入大量資金來維持運營 在這樣的情況下 許多人選擇貸款 但最終承受不住壓力 只能變賣資產 卻往往還是負債累累 這一現象可以從街頭不斷開張和關閉的商鋪數量中看出 此外 許多創業者在借款時通常只能以個人名義申請 無法以企業名義獲得貸款 因此 這些商業債務也被記入居民債務的統計中 3 借錢消費的普及與超前消費現象 隨著中國經濟的大起大落 這期間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的消費觀念發生了顯著變化 中國經濟好的時期 大家收入是穩中還有增長 自然底氣足 敢於借貸去提前消費 甚至是高檔奢侈品 但是疫情之後 這兩年 中國整體經濟斷崖式下跌 大部分都開始被迫改變消費習慣 開始無盡口袋 喜歡存錢 不敢大手大腳了 但同時 那些有債務的人 也面臨著無法按計劃還貸的窘境 根據尼爾森發布的中國年輕人負債狀況報告 86.6%的年輕人使用信貸產品 人均負債達到12.7萬 債務與收入的比例為18.5% 這意味著 年輕人需要用18.5個月的工資 來還清所欠債務 這個數字令人震驚 現在面臨經濟的寒冬 很多人的負債只會不斷增加 好 以上就是這期節目的所有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留言並轉發 還有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期再見 下期再見